警方征破一宗32年前的劫殺案 在深圳灣口岸 拘捕了一個59歲的內地男人 以謀殺和行劫罪 涉嫌與1991年一宗辭去行劫案有關 案發在1991年 三個匪徒手持曲折手槍和鐵槌 行劫深水埗一間售賣二手金色銅手錶店鋪 並開槍殺害一個職員 一個匪徒被玻璃戒傷 坐私家車逃離現場時 由於塞車、汽車逃走 車上留有一件染血的衣服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前年成功鎖定一個匪徒的身份 疑犯上星期六 經深圳灣口岸入境時被捕 警方隨即請求政府發炎所協助鑑證 證實染血的衣物DNA屬於疑犯 他的指紋也和在劫案現場找到的相同 被捕的59歲男人是內地居民 他報稱任職工廠 已經被落案起訴一項謀殺及企圖行劫罪 下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會調查他是不是開槍的劫匪 我們相信疑匪即今日拘捕的疑犯 就是三名劫匪的其中一名 至於他的角色確實是否開槍的位 或是拿鐵錘的位我們還要調查 但相信他們一起共同犯案 所以我們已經起屬了謀殺及企圖行劫罪 至於另外兩名的疑匪 我們正在繼續追查 或者這樣 我可以交代 無論在這些案件裏面 由於牽涉得這麼嚴重和這麼兇殘的案件 無論疑犯走得多遠也好 躲得多近也好 我們都不會放棄 會繼續追查 直到正義得到彰顯 一定會抓到誰 ... 這是